遇到上一天不少人都会买雨衣来穿 但是宁可知道台湾一年使用雨衣的量 可以塞满125辆垃圾车 数量庞大再加上材质是塑胶 野埋无法分解用焚烧来处理的话 每年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更需要约800公顷的森林来吸收 因此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决定改变 骑机车的然后有一天就忽然发现 全世界的雨衣都是用塑胶去做的 那我就希望可以从这个产品开始去改变 有想过用纸去做 但是纸它有一些缺点 就是它主要就是它有方向性 以及如果说纸皱的话 它很难去复原 有想过用麻 但是麻了它的缺点就是 它遇到水容易去缩水 最后获选的材质是棉布 表面是100%的纯棉布 那纯棉布的底下这个就是PU或者是TPU 那主要防水是靠这边这一层 为了防水还是得使用塑胶PU或TPU材质 但一般雨衣所使用的PVC完全不能被分解 这两种则能够水解不会遗害万年 雨衣这项产品目前都是百分之百石化材料制作 我们希望可以用天然材料至少去部分的去取代 虽然说还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这是一个相对 换成棉值 环保又兼顾舒适感 透过实测能看到透湿度比一般雨衣好 水蒸气一下就往上升 想爱护大地从生活去发想 人人都能成为环保兼兵 大家新闻聆听询好 台北报道 这一波青海市